美国跟中国大陆或俄罗斯要开打的话呢 其实这个卫星定位很重要 中国大陆当年是吃了亏啊 比如说呢银河号啊 这个GPS通通把你关掉之后呢 就好像瞎了眼一样对不对 中国大陆开始发展的北斗 现在呢已经弯道超车了哦 这个是南华早报说 随着呢北斗系统覆盖范围越来越大 足以跟美国竞争这个GPS系统一起竞争 其实他说的还有点保守 很多专家说有些领域早就弯道超车了啦 现在呢当年吃亏的吃鳖的这个银河号 这个中国远洋海运呢 他旗下大概600多艘的船都安装了北斗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有GPS大家互用嘛 还有另外再来看到 北斗也成为GPS的Galunas还有伽利略 第四个被纳入呢 国际中轨道卫星搜救系统的导航系统 然后包括了缅甸的运输啦 巴基斯坦这些通通都有用到北斗 当然这北斗跟这个GPS来讲的话 有两种用途 一种是商用的用途 一种是军用的用途 那我先介绍一下北斗 北斗来讲的话 它为什么精密度可以做到很精密 这个一般来讲 它开放给这个一般民间使用的 它的误差是约3.6公尺 那你知道它可以给军中自己使用的误差 只有多少你知道吗 10公分 它打你左眼绝对不会打到右眼 大概就是一个脸的宽度 所以说是非常的精准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精准 你知道其实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来讲 其实就像是我们定位来讲的话 我们定位必须要两颗 这个像我们手机 如果说我现在手机要定位来讲的话 我可能要两个基地台 对这两个基地台 一个方位角是120度 这边是这270度 这个脚脚拉过来交叉那个点 就是我手机现在的位置 一般来讲定位是这样的定位 那基地还是不会动的 可是卫星是在天上不停的运动 它一直在绕 一直在绕 一直在绕你就知道 像我们可能这一秒钟 卫星所在的位置 跟下一秒钟卫星 这个卫星所在的位置 就会不一样 尤其是在天上 那可能这个一秒钟 它可能运行的就好几十公里远 那我们怎样让这个卫星来讲来定位 基于这卫星定位 那就牵涉到时间的问题 就是希望修正这个时间 将这个时间要做一个修正 就这一秒钟发 我收到的信号 这个一秒钟之后 修正信号来讲 希望说是 我同时收到信号的时间 这个时间上面只会最低 那北斗做到什么程度呢 做到 我讲一个具体的数据 它这个317万年 才会误差一秒钟 317万年吗 317百万年 我相信我活不了这么久 对对对对 它是 它可以做到100奈秒 就是这种误差精度 我们通常都 这个晶片我们讲奈米 长度是用奈米 来形容这个晶片的 这种距离来讲多少 那时间那么讲 它就10的负9次方 叫奈 就是 我讲的就是 这个时间误差可以很清楚 你几乎可以 不用考虑这两颗卫星 在天上它的运动 我都可以做修正 所以它因为这么精准 时间误差 太空时钟 可以做到这么精准 所以说它的误差值 当然它开放给一般民间使用的话 3.6公尺的误差 我觉得也足够了 就是大概就是一个车道的宽度 我走在左边这车道 可能跟我定位在右边的车道 影响大概可以 我们这在可以 我们一般开车可以在接受的范围 那全日来讲的话 3.6公尺 其实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你用这个军用的话 用在导弹上面的话 当然需要更精密 那GPS还有一个不如北斗的地方 就是虽然说你刚刚讲的 很多的系统来讲的话 它不愿意讲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GPS 它的干扰性比较强 OK 它比较容易受到干扰 那北斗所用的这种系统 它比较不受干扰 那我们从什么地方 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以色列 以色列 那时候伊朗要打以色列的时候 以色列干了一件事情 它把GPS关掉 那时候就代表说是 你的导弹 就是如果不能用 GPS导航来攻打 怕伊朗用导弹攻击它 所以它把GPS关掉 造成自己国内的大乱 第二个 其实在中东地区 不要讲俄 中东地区来讲 美国很多的飞行 因为俄罗斯会去干扰它们GPS 对啊 你美军的飞机在我中东地区 比如说叙利亚或者是美军基地附近来讲 它会去干扰它 干扰它 美军的飞行员经常它用GPS定位来讲的话 它会受到干扰 那你知道吗 包括美国自己的飞行员 它们的都带了一个备用的北斗的系统 U2 对万一它的北斗飞行的时候被干扰的时候 它的备用的这种导航系统就是北斗系统 所以GPS被干扰还用北斗当这个备用的导航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证明说是北斗来讲的话 它干扰抗干扰的能力要比GPS要好 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说商用来讲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来讲 现在因为在全世界都不会有任何 都朋友比较多了 没有什么敌人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也不会顾虑说 我使用北斗来讲的话 怕被别的国家被干扰会影响 所以我想说在商用方面 当然也增压它使用的广度 就是大家都会喜欢用北斗 因为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用GPS 这个高价侨看不是很清楚 另外再来看到 中国大陆跟全世界非常多国家 商贸都有往来 你美国则是跟很多国家都是敌对的状态 所以有些这个是地缘政治的关系 美国自己搞得大家好 有些国家发展中国家天怒冷月 就不想用你的这个系统 加上你会干扰别人的 这个军事的一个问题 所以才会说之前 马杜罗这些文内瑞拉总统 他会说用华为才不会被窃听 所以用这个北斗也比较不会被干扰 另外再来看到美国现在不只是北斗被赶超了 这个造船被赶超了 还有来看到你维修船舰也很差 9月4号的时候首艘的美国海军的船舰进入到韩国厂来进行维修 那不只是求韩国求日本还求谁 求到了印度 天哪你真的是会不会选错人了 他们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说 要找印度的LNT造船公司 来为美国海军的这个补给船进行相关的检修 就开始希望印度能够帮忙 但印度真的是可以扶得起了阿斗吗 7月22号印度的海军的舰艇呢 其实还发生了火灾 美国他们自己的海军部里面有一个准将 他那时候在写今年度的预算报告里面 他说他要修美军的海军的船屋来讲的话 他预估需要100亿美元才可以完成船屋的整修 但是去年跟今年 他们船屋的预算编列只有3亿美元 远远不够 所以他维修能力很明显的下降 那尤其有一些像第一艘厨域的核子号航母 到现在为止已经厨域了快10年了 他占用一个船屋到现在还没有拆掉 那什么时候能够拆掉不知道 因为要拆一个一艘航空母舰 第一个工程就很大 再加上那个核子的反应堆不是那么容易拆除了 所以他又占用一个船屋 那再加上美国很多的工人来讲又不够 包括你知道要照一艘军舰来讲 除了硬体设备要船屋要起重机 这些机器之外 另外你的工人包括电焊工 包括油漆工 包括水电工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电路这些基础的工人来讲 他也不够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现在的基本制造业 已经在没落了 那你自己的这种 一般上路人都不够了 我怎么还有能力去修你的船 尤其是我特别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来讲的话 他不管现在新的航空母舰福特号 你看他围杆是什么围杆 还是晒衣架式的围杆 对不对 那中国都是一体式的围杆 这是福建号 我们都看得出来 美国有没有能力做一体化 有能力做 可是做这个一体化的围杆 这家公司已经倒了 那为什么倒了 因为他的订单不够 他就倒了 那由这件事情 因为他都是商业公司在那边 那商业公司来讲 我没有订单我就 没办法营运下去 我工人就必须要解散 所以他很明显的已经在工人技术方面 已经产生了断带 所以他这些军舰就必须委托国外来帮他维修 船务自己也不够 工人也不够 那当然韩国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接受了 韩国造船是蛮强的 造船是还蛮强的 但是你说 输了大陆了 那你说找到印度 那真的是 真的是匪夷所思 那如果修完了船 我不晓美军自己敢不敢开 那印度的海军自己 海军 印度海军不弱 大家不要瞧不起他 三哥 他自己可以制造航空母舰 维特兰特号是 印度航母自己制造了 只是他造一半就下 就下水典礼了 然后后续再脱回去再造第二艘 造了三十年 舰尾都还没出来就下水了 那另外他也可以制制核动力的这种 潜舰 只是他造完之后 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就是发射了两枚导弹 一枚打动自己岸边 一枚打动自己 跟台湾熊山不是很像 没有 熊山还好打造渔船 他是打动自己 打到码头上面去 那另外维特兰特号 在制造的过程中 发生一次爆炸 炸死五个人 还有十几个工人受伤 是什么原因造成爆炸呢 是因为对界一百多吨的 粪便没有处理 产生了召气 产生了爆炸 所以我觉得美国为什么 敢把他们的军舰 给印度造船公司去修 我特别要讲这东西我们不要去炒 去美国我觉得它真的是没办法 我们光讲刚刚iPhone手机 去年来讲iPhone15出来的时候 iPhone14还15的时候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些红海是在iPhone 在印度生产的 那时候结果后来事实真的证明 就是iPhone印度生产的iPhone手机来讲的话 这个妥善率确实就是比较低 就是制造率比较低 所以今年大家就要问说 你这iPhone16到底是在印度生产的 还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 大家就会先问 所以我提醒大家 如果说是去买iPhone手机的话 如果今年要买最好先问一下 到底这个手机是在印度生产的 还是在中国制造 我觉得中国制造会比较 品质上面比较可靠 印度真的不可靠 这是事实已经证明了 大家去Google查都可以查得到 那印度制造业如果说制造业是 这什么出自烂造 飞机每天在摔 军舰自己自然爆炸 然后你美国还去那边修 难道你美国不知道这些资讯吗 我觉得美国不应该不知道 他也知道 只是他真的是不得已 他只能把这些船从那边 因为自己没办法修嘛 那印度来讲就抢这笔单嘛 抢这笔单 你请到印度真的是太瞎了 印度啊这个made in India的东西 这个品质不是保障啊 美国媒体现在不硬摔 彭博社竟然说 印度想要实现人口红利面临人口的风险 可能还变成人口的诅咒 印度其实我特别要讲 它确实有它一些强项 譬如说软体制造是它很强的地方 我们知道美国很多的科技业 或者是矽谷那边很多印度的工程师在那边 但是印度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 第一个它为什么会 它从它农业社会直接跳升到这种高科技的产业 它中间没有经过基础的一个制造业的过程 所以因为少了这段过程 它直接从这个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 这个工业要发展 一定从这个农业慢慢进步到 这个工业制造业 从工业制造业再慢慢提升到 你的金融业或者是服务业 或者是高科技展现 你一下从农业要跳过这个基础的制造业 其实是有很大一个问题 第二个它的人口虽然说人口虽然多 但是我们都知道印度免不了 虽然说它现在取消了总性制度 可是不可会言的 就是还是有这种制度在 所以印度本身的文盲很多 那我们从它的这种火车的运输就看得出来 它的制造业确实是 是完全是停留在上个世纪 对所以不能好高物源 那天天想跟中国大陆比 但是你的这个方方面面都是差太多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全家人为了提升 干杯子的